话说林黛玉直到四更江南 方渐渐地睡去 暂且无话 如今且说凤姐儿应见行夫人叫她 不知何事 盲令穿戴了一番 坐车过来 行夫人将房内人遣出 巧向凤姐儿道 叫你来不为别事 有一件为难的事 老爷托我 我不的主意 先和你商议 老爷应看上了老太太的鸳鸯 要她在房里 叫我和老太太讨去 我想这道平常有的事 只是怕老太太不给 你可有法子 凤姐儿听了 忙道 依我说 竟别碰这个钉子去 老太太离了鸳鸯 饭也吃不下去的 那里就舍得了 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 老太太常说 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做什么做一个小老婆 又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 没得耽误了人家 放着身子不保养 官儿也不好生作趣 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 太太听这话 很喜欢老爷呢 这会子回避 还恐回避不及 倒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 掩而去了 太太别恼 我是不敢去的 明放着不中用 而且反昭出没意思来 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行事不妥 太太该劝才是 比不得年轻 做这些事无碍 如今兄弟 侄儿 儿子 孙子一大群 还这么闹起来 怎样见人呢 行夫人冷笑道 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 天咱们就是不得 我劝了也未必一 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 这么胡子苍白了 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 要了做房里人 也未必好驳回的 我叫了你来 不过商议商议 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 也有叫你要去的礼 自然是我说去 你倒说我不劝 你还不知道那性子的 劝不成 先和我恼了 奉姐儿之道行夫人秉性于人强 只知成顺假设已自保 似则拦取才或为 自得 家下一应大小事物 具有假设摆布 凡出入银钱事物 一经他手 便客色异常 以假设浪费为名 虚得我就终减省 方可长补 而女奴仆 一人不靠 一言不听的 如今又听行夫人如此的话 便知他又弄左性 劝了不忠用 连忙裴笑说道 太太这话说得极是 我能活了多大 知道什么轻重 想来父母跟前 别说一个丫头 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 不给老爷给谁 背地里的话那里信得 我竟是个呆子 脸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 老爷太太恨得那样 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 极致见了面 也罢了 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 如今老太太带老爷 自然也是那样了 依我说 老太太金儿喜欢 要讨金儿就讨去 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 等太太过去了 我搭讪着走开 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 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的 给了更好 不给也没妨碍 众人也不知道 行夫人见他这般说 便又喜欢起来 又告诉他道 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 老太太要说不给 这时便死了 我心里想着先 悄悄地和鸳鸯说 他虽害臊 我细细地告诉了他 他自然不言语 就妥了 那时再和老太太说 老太太虽不一 隔不住他愿意 常言人去不中流 隐号 自然这就妥了 凤姐儿笑道 到底是太太有志谋 这是千妥万妥的 别说是鸳鸯 凭她是谁 那一个不想八高望上 不想出头的 这半个主子不做 倒愿意做个丫头 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 行夫人笑道 正是这个话了 别说鸳鸯 就是那些直视的大丫头 谁不愿意这样呢 你先过去 别路 一点风声 我吃了晚饭就过来 凤姐儿暗想 鸳鸯素席是个可恶的 虽如此说 饱不言他就愿意 我先过去了 太太后过去 若他依了便没话说 堂货不依 太太是多疑的人 只怕就以我走了风声 使他拿枪做事的 那时太太又见了 应了我的话 修脑便成怒 拿我出起气来 倒没意思 不如同这一起过去了 他依也罢 不依也罢 就依不到我身上了 想必 应笑道 方才临来 舅母那边送了两笼子 我吩咬 我吩咐他们炸了 原要赶太太晚饭上送 过来的 我才进大门时 见小子们抬车 说太太的车拔了缝 拿去收拾去了 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 一起过去倒好 行 夫人听了 便命人来换衣服 凤姐忙着服饰了一回 娘儿两个坐车过来 凤姐儿又说道 太太过老太太那里去 我若跟了去 老太太若问起我过去做什么的 倒不好 不如太太先去 我脱了衣裳再来 行 夫人听了有礼 便自往贾母处 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 便出来贾托往王夫人房里去 从后门出去 打鸳鸯的卧房前过 只见鸳鸯 正然坐在那里做针线 见了行夫人 忙站起来 行夫人笑道 做什么呢 我瞧瞧 你扎的花儿越发好了 一面说 一面便接她手内的针线 瞧了一瞧 只管站好 放下针线 又浑身打亮 只见她穿着半心的藕褐色的领袄 轻断掐牙背心 下面水绿裙子 风腰靴背 鸭蛋脸面 乌油头发 高高的鼻子 两边塞上微微的几点雀斑 鸳鸯见这般看她 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 心里便觉诧异 音笑问道 太太 这会子不早不晚的 过来做什么 行夫人使个 眼色儿 跟得人退出 行夫人便坐下 拉着鸳鸯的手笑道 我特来给你倒洗来了 鸳鸯听了 心中已猜着三分 不觉红了脸 低了头 不发一眼 听行夫人道 你知道你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 心里再要买一个 又怕那些人雅子家出来的不甘不敬 也不知道毛病儿 买了来家 三日两日 又要弄鬼吊猴的 阴蛮府里要挑一个家生女儿收了 又没个好的 不是母样儿不好 就是性子不好 有了这个好处 没了那个好处 因此冷言选了半年 这些 女孩子里头 就指你是个奸儿 母样儿 行事做人 温柔可靠 一概是齐全的 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 收在屋里 你比不得外头心买的 你这一进去了 进门就开了脸 就封你姨娘 又体面 又尊贵 你又是个要强的人 俗话说的 金子终得金子换 尹号 谁知竟被老爷看中了你 如今这一来 你可遂了速日至大兴高的怨了 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 跟了我回老太太去 说着拉了她的手就要走 鸳鸯红了脸 夺手不行 行夫人知她害臊 因又说道 这有什么骚处 你又不用说话 只跟着我就是了 鸳鸯只低了头不动身 行夫人见她这般 便又说道 难道你不愿意不成 若果然不愿意 可真是个傻丫头了 放着主子奶奶不做 倒愿意做丫头 三年二年 不过配上个小子 还是奴才 你跟了我们去 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 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 老爷带你们又好 过一年半载 生下个亿男伴女 你就和我并肩了 家里人你要使换谁 谁还不动 现成主子不做去 错过这个机会 后 鬼就迟了 鸳鸯只管低了头 仍事不语 行夫人又道 你这么个想快人 怎么又这样激沾起来 有什么不称心之处 只管说与我 我管你随心如意就是了 鸳鸯仍不语 行夫人又笑道 想必你有老子娘 你自己不肯说话 怕扫 你等他们问你 这也是理 让我问他们去 叫他们来问你 有话只管告诉他们 说必 便往凤姐儿房中来 凤姐儿早换了衣服 阴房内无人 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 平儿也摇头笑道 据我看 此事未必妥 平常我们 背着人说起话来 听他那主意 未必是肯的 也只说着乔罢了 凤姐儿道 太太必来这屋里商议 依了还可 若不依 白桃个嫂 当着你们 其不脸上不好看 你说给他们炸鸯唇 再有什么配几样 预备吃饭 你且别处逛逛去 估量着去了再来 平儿听说 照样传给婆子们 便逍遥自在地往园子里来 这里鸳鸯见行夫人去了 必在凤姐儿房里商议去了 必定有人来问她的 不如躲了这里 因找了琥珀说道 老太太要问我 只说我病了 没吃早 饭 往园子里逛逛就来 琥珀答应了 鸳鸯也往园子里来 各处游玩 不想正遇见平儿 平儿因见无人 便笑道 新姨娘来了 鸳鸯听了 便红了脸 说道 怪到你们串通仪器来算计我 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 平儿听了 自毁失言 便拉她到枫树底下 坐在一块石上 月姓把方才凤姐过去回来所有的刑警 言辞使墨缘由告诉与她 鸳鸯红了脸 向平儿冷笑道 这是咱们好 比如席人 琥珀 素云 紫娟 彩霞 玉串儿 摄月 翠墨 跟了使姑娘去的翠驴 死了的可人和金串 去了的欠雪 连上你我 这十来个人 从小儿什么话而不说 什么事不做 这如今阴都大了 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然我心里仍是照旧 有话有事 并不瞒你们 这话我且放在你心里 且别和二奶奶说 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 就是太太这晦子死了 她三枚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 我也不能去 平儿芳玉笑答 只听山石背后哈哈的笑道 好个没脸的丫头 亏你不怕牙尘 二人听了不免吃了一惊 忙起 身向山石背后找寻 不是别人 却是席人笑着走了出来问 什么事情 告诉我 说着 三人坐在石上 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 与席人听道 珍珍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 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 略平头正脸的 他就不放手了 平儿道 你既不愿意 我教你个法子 不用废事就完了 鸳鸯道 什么法子 你说来我听 平儿笑道 你只和老太太说 就说已经给了脸二爷了 大老爷就不好要了 鸳鸯翠道 什么东西 你还说呢 前二你主子 不是这么混说的 谁知应到今儿了 席人笑道 他们两个都不愿意 我就和老太太说 叫老太太说 把你已经取了宝玉了 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 鸳鸯又是气 又是扫 又是急 阴骂道 两个蹄子 不得好死的 人家有为难的是 拿着你们当正经人 告诉你们 与我排解排解 你们倒替换着取笑儿 你们自为都有了结果了 将来都是做姨娘的 据我看 天下的事未必都随心如意 你们且收着歇儿 别特勒过了头儿 二人见他急了 盲陪笑央告道 好姐姐 别多心 咱们从小儿都是亲姊妹一般 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笑儿 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 也好放心 鸳鸯道 什么主意 我只不去就完了 平儿摇头道 你不去未必得干修 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 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 也要出去的 那时落了他的手 道不好了 鸳鸯冷笑道 老太太在一日 我一日不离这里 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 他横竖还有三年的笑呢 没个 娘才死了他先那小老婆的 等过三年 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 那时再说 纵到了至极为难 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 不然 还有一死 一辈子不嫁男人 又怎么样 乐得干净呢 平儿席人笑道 针着蹄子没了脸 越发信口而都说出来了 鸳鸯道 是到如此 造一会怎么样 你们不信 慢慢的看着就是了 太太太才说了 找我老子娘去 我看他南京找去 平儿道 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 没上来 终究也寻地找 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里 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 不如我们两个人是单在这里 鸳鸯道 家生女儿怎么样 牛不吃水墙暗头 我不愿意 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 正说着 只见他嫂子从那边走来 席人道 当时找不着你的爹娘 一定和你嫂子说了 鸳鸯道 这个娼妇专管是个九国贩骆驼的 尹号 听了这话 他有个不奉承去的 说话之间 已来到跟前 他嫂子笑道 那里没找到 姑娘跑了这里来 你跟了我来 我和你说话 平儿席人都忙让座 他嫂子说 姑娘们请坐 我找我们姑娘说句话 席人平儿都装不知道 笑道 什么话这样忙 我们这里猜米儿迎手披子打呢 等猜了这个再去 鸳鸯道 什么话 你说吧 他嫂子笑道 你跟我来 到那里我告诉你 横竖有好话儿 鸳鸯道 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 他嫂子笑道 姑娘既知道 还奈何我 快来 我细细的告诉你 可是天大的喜事 鸳鸯听说 立起身来 赵他嫂子脸上下死尽脆了一口 指着他骂道 你快夹着 闭嘴离了这里 好多着呢 什么好话 宋徽宗的鹰 赵子昂的马 都是好话儿 什么喜事 状元痘儿灌得姜儿又满是喜事 怪到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 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 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 看得眼热了 爷把我送在火坑里去 我若的脸呢 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 自己就封自己是旧爷了 我若不得脸败了时 你们把望八脖子一缩 生死由我 一面说 一面哭 平儿席人拦着劝 他嫂子脸上下不来 因说道 愿意不 愿意 你也好说 不犯着千三挂四的 俗语说 当这矮人 别说短话 姑奶奶骂我 我不敢还言 这二位姑娘并没惹着你 小老婆长小老婆短 人家脸上怎么过得去 习人平儿忙道 你倒别这么说 他也并不是说我们 你倒别千三挂四的 你听见那位太太 太爷们封我们做小老婆 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 他骂的人自有他骂的 我们犯不着多心 鸳鸯道 他见我骂了他 他骚了 没得盖脸 又拿 话挑唆你们两个 幸亏你们两个明白 原事我急了 也没分别出来 他就挑出这个空而来 他嫂子自觉没去 赌气去了 鸳鸯气的还骂 平儿习人劝他一回 方才罢了 平儿因问习人道 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的 我们竟没看见你 习人道 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瞧我们宝二爷去的 谁支持了一步 说是来家里来了 我疑惑怎么不遇见呢 想要往林姑娘家里找去 又遇见他的人说也没去 我这里正疑惑是出源自去了 可巧你从那里来了 我一闪 你也没看见 后来他又来了 我从这树后头走到山子时候 我却见你两个说话来了 谁知你们四个眼睛没见我 一语未了 又听身后笑道 四个眼睛没见你 你们六个眼睛竟没见我 三人唬了一跳 回身一看 不是别个 正是宝玉走来 习人先笑道 叫我好找 你那里来 宝玉笑道 我从四妹妹那里出来 迎头看见你来了 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 我就藏了起来哄你 看你低着头过去了 进了院子就出来了 逢人就问 我在那里好笑 只等 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 后来见你也藏藏躲躲的 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 我探头往前看了一看 却是他两个 所以我就绕到你身后 你出去 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 平儿笑道 咱们再往后找找去 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 也未可知 宝玉笑道 这可再没了 鸳鸯已知话句被宝玉听了 只浮在石头上装睡 宝玉推他笑道 这石头上冷 咱们回房里去睡 岂不好 说着拉起鸳鸯来 又忙让平儿来家做吃茶 平儿和席人都劝鸳鸯走 鸳鸯方立 起身来 四人静往怡鸯院来 宝玉将方才的话句已听见 心中自然不快 只默默地歪在床上 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 那边行夫人 因问凤姐而鸳鸯的父母 凤姐因回说 他爹的名字叫金彩 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 从不大上京 他哥哥金文祥 现在是老太太那边的买伴 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将洗的头儿 行夫人便令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祥媳妇来 细细说与他 金家媳妇自是喜欢 幸幸偷偷找鸳鸯 指望一说必妥 不想被鸳鸯抢白一顿 又被习人平儿 说了几句 休脑回来 便对行夫人说 不中用 他倒骂了我一场 因凤姐而在旁 不敢提平儿 只说 习人也帮着他抢白我 也说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 回不得主子的 太太和老爷商议在买吧 亮那小蹄子也没有这么大福 我们也没有这么大造化 行夫人听了 因说道 又与习人什么相干 他们如何知道的 又问 还有谁在跟前 金家的道 还有平姑娘 凤姐而忙道 你不该拿嘴巴子打他回来 我一出了门 他就逛去了 回家 来连一个影儿也摸不着他 他必定也帮着说什么呢 金家的道 平姑娘没在跟前 远远的看着道像是他 可也不真切 不过是我白存度 凤姐便命人去 快打了他来 告诉他我来家了 太太也在这里 请他来帮个忙儿 凤儿忙上来回到 凤姑娘打发了 凤姑娘打发了人下 请自请了三四次 她才去了 奶奶一进门 我就叫她去的 凤姑娘说 告诉你奶奶 我烦她有事呢 凤姐而听了方吧 故意的还说天天烦她 有些什么事 行夫人无忌 吃了饭回家 晚间告诉了贾舍 贾舍想了一想 吉克叫贾脸来说 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 不止一家 吉克叫上金采来 贾脸回到 上次南京信来 金采已经得了谈弥心窍 那边连棺材银子都赏了 不知如今是死是活 便是活着 人是不知叫来也无用 他老婆子又是个聋子 贾舍听了喝了一声 又骂下流囚囊的 天你这么知道 还不离了我这里 苦得贾脸退出 一时又叫传经文响 贾脸在外书房伺候着 又不敢家去 又不敢见他父亲 只得 听着一时经文响来了 小妖二门直带入二门里去 隔了五六顿饭的功夫才出来去了 贾脸暂且不敢打听 隔了一会 又打听贾涉睡了 方才过来 至晚间奉解而告诉他 方才明白 鸳鸯一夜没睡 至四日 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 贾母允了 命他出去 鸳鸯抑郁不去 又怕贾母疑心 只得勉强出来 他哥哥只得将 贾涉的话说与他 又许他怎么体面 又怎么当家做姨娘 鸳鸯只咬定牙不愿意 他哥哥无法 少不得去回复了贾涉 贾涉怒起来 一说 道 我这话告诉你 叫你女人向他说去 就说我的话 自古嫦娥爱少年 尹号 他必定嫌我老了 大约他恋着少爷们 多半是看上了宝玉 只怕也有假脸 国有此心 叫他早早歇了心 我要他不来 此后谁还敢收 此事一件 第二件 想着老太太疼他 将来自然往外聘做正头夫妻去 叫他细想 凭他嫁到谁家去 也难出我的手心 除非他死了 或是终身不嫁男人 我就服了他 若不然时 叫他趁早回心转意 有多少好处 假设说一句 金文祥 应一声是 假设道 你别哄我 我明儿还打发你太太过去问鸳鸯 你们说了 他不医 便没你们的不是 若问他 他在医了 仔细你的脑袋 金文祥忙应了又应 退出回家 也不等的告诉他女人转说 静自己对面说了这话 把个鸳鸯气得无话可回 想了一想 便说道 便愿意去 也须得你们带了我回生老太太去 他哥嫂听了 只当回想过来 都喜之不胜 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 何巧王夫人 薛姨妈 李丸 凤姐儿 宝钗等姊妹病 外头的几个只是有头脸的媳妇 都在贾母跟前凑去儿呢 鸳鸯喜之不尽 拉了他嫂子 到贾母跟前跪下 一行哭 一行说 靶行夫人怎么来说 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 金儿他哥哥又如何说 因为不医 方才大老爷月姓说我练着宝玉 不然要等着往外聘 我到天上 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 终究要报仇 我是恒了心的 当着众人在这里 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 尹号 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 尹号 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了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 我一刀磨死了 也不能从命 若有造化 我死在老太太之先 若没造化 该讨吃的命 服侍老太太归了西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 我或是寻死 或是剪了头发当泥姑去 若说我不是真心 暂且拿化来之舞 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 日头月亮照着嗓子 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 烂化成将在这里 原来他一进来时 便绣了一把剪字 一面说着 一面左手打开头发 右手便脚 众婆娘丫鬟忙来拉住 一剪下半柳来了 众 人看时 幸而她的头发极多 脚得不透 连忙替她挽上 甲母听了 气得浑身乱战 口内只说 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 他们还要来算计 因见王夫人在旁 便向王夫人道 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 外头孝敬 暗地里盘算我 有好东西也来要 有好人也要 剩了这么个毛丫头 见我带她好了 你们自然气不过 弄开了她 好摆弄我 王夫人忙站起来 不敢还一言 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 反不好劝的了 李完一听见鸳鸯的话 早带了姊妹 门出去 探春有心的人 想王夫人 虽有委屈 如何敢辨 薛姨妈也是亲姊妹 自然也不好辨的 宝钗也不辨为姨母辨 李完 凤姐 宝玉一概不敢辨 这正用着女孩之时 迎春老是 西春小 因此窗外听了一听 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 这是与太太什么相干 老太太想一想 也有大脖子要收屋里的人 小婶子如何知道 便知道 也推不知道 由未说完 贾母笑道 可是我老糊涂了 姨太太别笑话我 你这个姐姐她极孝顺我 不像我那大太太一 为怕老爷 婆婆跟前不过应景儿 可是委屈了她 薛姨妈只答应是 又说 老太太偏心 多疼小儿子媳妇 也是有的 贾母道 不偏心 因又说道 宝玉 我错怪了你娘 你怎么也不提我 看着你娘受委屈 宝玉笑道 我偏着娘说 大爷大娘不成 通共一个不是 我娘在这里不认 却推谁去 我倒要认识我的不是 老太太又不信 贾母笑道 这也有理 你快给你娘跪下 你说太太别委屈了 老太太有年纪了 看着宝玉吧 宝玉听了 忙走过去 便跪下要说 王夫人忙笑着 拉她起来 说 快起来 快起来 断忽使不得 终不成你替老太太给我赔 不是不成 宝玉听说 忙站起来 贾母又笑道 凤姐儿也不提我 凤姐儿笑道 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 老太太倒寻尚我了 贾母听了 与众人都笑道 这可奇了 倒要听听这不是 凤姐儿道 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 调理的水葱儿似的 怎么愿的人要 我幸亏是孙子媳妇 若是孙子 我早要了 还等到这会子呢 贾母笑道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凤姐儿笑道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贾母笑道 这样 我也不要了 你带了去吧 凤姐儿道 等着休了这辈子 来生脱生男人 我再要吧 贾母笑道 你带了去 给脸儿放在屋里 看你那没脸的公公 还要不要了 凤姐儿道 脸儿不配 就只配我和平儿 这一对烧糊了的 卷子和他混吧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了 丫鬟回说 大太太来了 王夫人忙赢了出去 要支端的 找我 保养人都笑着 帮忙 帮忙